當初購買NFT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 就是你在平台上面買 他是會有一個契約的嘛 所以就變成說 所以我們講 你在講法條嘛 我剛剛聊天室有人在說 所以你在幫連簽譯講話 你是法官嗎 所以你會審判嗎 我覺得那你們要先質疑 當時的立委 他們是不是在挺連簽譯 立委是不是在挺連簽譯 是不是 你訂這個 民國這個應該十幾年 二十幾年訂的 民法跟刑法 是在挺連簽譯 法條就是這樣子規定嘛 對啊 這個也要扯到挺連簽譯 我覺得 怎麼講啊 好那我們聊聊最近這個 因為大家喜歡聽最近的這個 你覺得勾二跟連簽譯事件 我雖然你聊過了 但是你遭受這一波瘋狂攻擊之後 你覺得 你是連簽譯的人嗎 可是我是連簽譯的人 連簽譯好像很大喔 好像我們都要聽他的 他請得起嗎 好像 我也是連簽譯 你也是連簽譯的人 對館長講到重點了 重點就是他請得起嗎 就好像我們很廉價一樣 譬如說我們先舉例好了 譬如說像館長剛剛講到貓的這個購買的問題 那我們把他這個金額拉大 譬如說你去買不動產 你去買房子 那建商一開始跟你說 這個有什麼什麼什麼設施 怎樣怎樣 結果他沒有 建材是用什麼最高級什麼 結果沒有 你發現這個建材是二等的這個刺激品 或者是說有什麼設施 他可能跟他當時廣告的不一樣 那消費者當然很生氣 他說這建商詐欺啊怎麼樣 但是這種告詐欺是告不成的 因為他是真的有把東西給你 他就是把東西給你的 那民眾會覺得不對啊 這跟他當時想的不一樣啊 那這個因為在我們的民法上面 有個物資瑕疵擔保責任 就是說他商品有瑕疵 那你可以尋求這個民法物資瑕疵擔保責任 這塊來尋求解決 所以他不是我們刑事犯罪的位置 而且這個常常在發生嘛 所以才會有消保官這種東西跑出來 對 最重要的齁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就是說 當初購買NFT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 就是你在平台上面買 他是會有一個契約的嘛 要看那個契約本身怎麼寫的 契約上面就是都寫清楚的 你現在買的 然後統一有才可以下標 對啊 你現在買的是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那你要拿這個去告詐欺 檢察官一定會問啊 你當初沒有看這個契約嗎 你不是同意上面的這些東西嗎 那你才買的嘛 所以你要說這個詐欺是 真的 所以就變成說 所以我們講 所以就 你在講法條嘛 嗯 我剛剛聊天室有人在說 所以你在幫連簽一講話 你是法官嗎 所以你會審先判嗎 我覺得那你們要先質疑 當時的立委 他們是不是在挺連簽一 立委是不是在挺連簽一 是不是 你訂這個 民國這個應該十幾年 二十幾年訂的 民法跟刑法 是不是在挺連簽一 法條就是這樣子規定嘛 對啊 那這個也要扯到挺連簽一 我覺得 怎麼講啊 那當然我們 我們律師的責任就是 把法律的規定跟民眾知識上的落差 落差 來把它做一個橋樑 嗯 那當然確實啊 我以前也常常滿受到這塊的攻擊 就是我們在講法條 那民眾就會說 你現在在幫壞人講話怎麼樣 好像都做了這樣 對啊 那我就問啊 如果說你遇到這種問題 難道你要 自外於中華民國法律之外嗎 有可能嗎 你還是最終還是要受到這個法律的規範 約束 對沒辦法 我們所有人都得 是啊 是啊 那既然這樣 那你是不是應該去多認識這個法律才對